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 电视观众 大家好 到底那个人是什么人又卡电话来 我们是锁镜与点栏目 锁镜与点栏目 除了在我们所长旁边还有一位很漂亮的美女 这位美女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她非常地有爱心 她也是我们动物之家的志工 小猫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你好 小猫虽然叫小猫 但是手上不是猫 手上是一只狗 你手边的这位也是 在动物之家跟你很有感情 后来你就真的把她带回家的柯琳 对不对 我们先来欢迎小帅哥柯琳 柯琳今年三岁 她的稳定性非常非常地够 柯琳其实曾经在 我们的动物之家待过一阵子 在过一段时间 好 长她半年 后来为什么把她带回家 我们可以谈谈这个故事好不好 那所长的手边有一只 这只猫还没有取名字 对 还没有取名 对不对 她希望她可以找到她的主人 来帮她取她的名字 这只猫她大概只有三个月大 三个月大 对 好小喔 是 很巧 目前其实很黏人 很黏人 而且满会骰呐的 她也是一只小帅哥 刚才有帮她检查过 是 好 我们其实动物卫生检验所 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 对 那其实包括像我们现在台北市 有个动物之家 这也是属于我们政府 在这个针对流浪猫狗 所处理的一个单位 对 它是一个收容的单位 收容的单位 对 所以我们一旦发现 这个流浪狗猫 我们都可以送到这里来吗 没错 其实除了狂暴局抓过来以外 还有民众也是不想养的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围栏中的动物也要去送到我们这边买 还有被一些团体会去抢求一些动物 也会送到这边来 也会送到这边来 对 不过我知道我们的这个动物之家 它毕竟的一个这个应该讲说 它的一个地幅是有限的 那环境好像它也只能收容多少只狗猫呢 其实我们最大收容量大概是500只 500只 对 所以每一次听说到了一个500只 超过500只的上限的时候 你们会做出一些这个后续的处理 对不对 其实收容空间有限的时候 那我们无法去继续养它的时候 那后续都是不得不要做一些安乐死的动作 安乐死的动作 对不对 所以其实 我知道小猫好像在我们这里担任志工的工作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对 那那个时候其实会去接触 这个动物之家的原因是什么 嗯 因为我小时候就蛮喜欢动物 以前想养熊 是 想养熊 对 哇 你的那个志气还真大咧 然后欲望也很大咧 嗯 然后我想应该要搬去北极吧 然后 之后只好做爸嘛 然后后来就从那个 我高中的时候有在那个宠物店 在美容室打工 然后慢慢有接触到那个医生诊所的 救一些狗啊 猫啊 他慢慢的觉得说 欸其实我也可以救流浪狗 是 对然后就开始从身边做起 然后就照顾我们街坊邻居的那些流浪狗啊 流浪猫 然后进了后来就是常网站 发现那个台北市收容所 有征求志工 然后就进来了这样子 对 所以目前我们虽然政府 这个真的很重视流浪猫狗 这一块 而且其实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过去我们本来这个流浪狗 流浪猫 数量都很多 对 现在其实在严格的一个 这个措施之下 就是我们打晶片 还有呢 我们还做了哪些事情 打晶片以外 我们还要做源头的捷狱 要捷狱 捷狱 对 所以现在狗的一个数量 已经明显的降低了 大概八九年前是五万七千多只的一个 是 流浪狗的数量 哇 其实现在已经降到三四千而已 所以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是 其实流浪狗猫 比较让我们担心的就是他们在外面 因为毕竟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主人去照顾他们 也容易造成这个环境卫生的影响嘛 对 然后如果说真的有时候数量很多 这个噪音啦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大小变的问题 卫生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 从来没有松懈过 那刚才您提到 因为我们收容所是有限 所以如果说一旦他超过他可以收容的一个范围的时候 其实这些狗猫 他们是必须要做出一些牺牲的 但是我相信其实在这个这么爱狗爱猫的这个眼里 就是小猫还包括我们所长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走上这条路 我们能够在他们还不需要去牺牲掉的这之前 我们来呼吁大家 其实是有任养的机会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其实一直在推动这个任养的活动 其实在六月份也算是一个爱心的月份 我们今天好像来介绍这个活动 你顺便来借这个机会谈一谈 这个活动大家怎么样来参与呢所长 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们今年的第二场的活动 我们在青年节的时候 3月29号就已经有一场的活动 我们这个活动的名称叫做任养表爱心 动物或新生 其实你抢救生命 这个生命因为你而延续 所以事实上是一个属于一个 在我们动物之家年度 一年有四次的一个爱心犬的 这个任养的宣导活动 所以你看如果说以这一次来讲 之前是在青年节那个时候 现在是第二次了 今年的第二次 那我们整个的活动 其实就在我们的动物之家这边 坐捷运就可以到了 捷运到昆杨站 那一天有免费接驳车 有接驳车 对的 所以大家要去看狗 看妙 不用花钱 花一招 你的捷运的钱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你到那个有这个接驳车 对 那我们等于就只要坐着捷运去 你也不用开车 也不用烦恼 说车子有机房心 那捷运现在可以有香笼 可以带上去 都可以上的 都可以上的 所以那天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 如果这个看对眼了 就把它带回家了 对不对 好我们是不是当天看对眼 马上就可以带走呢 其实还是有些任养程序 还是有程序的 那因为那天全部完全是免费的 是 我们有准备好80只的流浪狗猫 给大家的任养 是狗80只猫80只吗 其实大概全部加起来大概80只 事实上有时候是大概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那事实上我们在整个动物之家的 三四百只都是可以开放任养的 是 好我们来看看 其实今天也准备了一些照片 我们其实这个活动一直持续 每年都在做 而且一年做四次嘛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经验 我们今天也有一些这个照片 我们也谢谢很多志工的帮忙 把这些照片都来寄给我们 来这个是在我们现场嘛 对不对 今年一样会有 青年节的时候 青年节的活动 会有一些行为讲座的说明 没错 我们有一个志工叫CT 是 他是在美国 然后到这个 所谓的动物行为的 训犬师的一个执照 所以那天有欢迎大家 也可以来学习一些 这个 寵物的一些 这个教养的一些概念 对 好那这个呢 这个也是现场 有一些有讲证的 我们的志工 他可以介绍 他照顾的就是流浪狗 他的个性 是属于什么样的